忽然,一只沉默的男人就像是一条疯狗一样,一拳打在了鱼缸上。 哎,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先生,你,你这是…… 玻璃碎了一地,男人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他的一双大掌上不断地流出红色的液体。 而他却置若罔文一般,一脚又踢向了鱼缸边上的陶瓷花瓶。 那花瓶随即又碎了一地,一时之间,程席之就跟小孩似的到处发脾气, 偌大的等候区瞬间乱成了一片就像是被劫匪洗劫过一样, 而门口也围满了职业般的小护士,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去说什么。 直到把房间里能砸的东西砸得差不多了,男人这才怒气稍微地削减了一点。 他扯了扯脖子上的领带,从西装口袋里套出了一张名片扔给女医生和这里的保安警卫说, 打这个电话,他会给你三倍的赔偿。 门口的小护士和女医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妈呀,这,这男人是他妈的有病吧? 大半夜的不睡觉来医院里吵架砸东西,也是前所未闻了,还赔什么三倍的价钱, 而一旁的陶乐乐呢? 他真的有点后悔刚刚打了承袭之一巴掌。 他望着眼前乱得一塌糊涂的房间, 眉眼皱的都能夹死几只苍蝇了。 他能够理解男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愤怒。 刚刚他的样子就像是疯狗一样,除了踢不烂的沙发, 所有的东西几乎全都给他砸烂了。 折腾了这么久,陶乐乐看到男人流血的手臂他也很心疼, 许是累了,他对着女医生微微地弯了弯腰表示歉意。 正想说一声给你添麻烦了时,他的手腕又被男人攥住, 男人的手劲还是像刚才那般大, 好像流了那么多的血对他来说, 不过好像只是滴了几滴汗而已。 中午吃饭的时候,是个意外。 康颜伟那个人你也知道,他就没个正形, 他只是有点替我抱不平。 承袭之,我自问你想要的, 我全都做到了。 不打扰,不问,不说。 和你在一起时我没满足你吗? 我没隐婚吗? 我和你夫妻一场,心甘情愿也好, 时过无悔也罢。 我以为这样的结局算是很好的了,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这心口不一的男人! 我逼你? 我逼你什么了? 如果不是你和康颜伟联手演这么一出戏来威胁我, 你以为我会来打扰你吗? 你以为我愿意打扰你吗? 好,你说得倒是好听, 不打扰, 不闻不问不说。 好, 那你告诉我, 你自己成天半夜去城市楼下看什么? 一个人自导自演演一场知情戏吗?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是我承袭之亏欠了你, 对吗? 陶乐乐, 我给你的东西你不要, 你就想要我这个人, 是吗?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居然是一个这么有手段的女人? 我, 陈喜枝,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抱歉, 陈喜枝, 我刚才不该打你, 是我的错, 我不该在和你离婚之后还想着你, 更不该因为思念, 放纵自己去城市等你。 我更不该中午和康颜伟去你会去的那家餐厅吃饭, 不该当着你心爱的女人面前放纵她, 和她联手跟你心里添堵, 现在我知道错了, 而且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现在, 我可以走了吗? 你哭什么? 没有, 我是在哭我自己。 既然没有, 那你在颤抖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陈喜枝, 你给我开门, 我要下车, 你开门! 陶乐乐, 你要是有本事就给我把车门踹开, 没本事的话就给我休停点, 车门踹破了, 可是要赔偿的。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让我这么难堪的, 也是故意让我陷入这样的困境的, 他居然是这么恶心的狗男人, 亏我以前把他封为男神, 还和他夜夜缠绵想怀上他的孩子。 现在想想, 他到底哪里配得上男神这两个字了? 他终于不再隐忍, 他控制不住自己哭出声来, 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一颗接着一颗地往下掉着,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那小模样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而男人抽烟的动作也随之停了下来。 别哭了。 你别哭了。 好了, 别哭了。 陶乐乐, 我叫你别哭了。 你凶什么啊, 狗男人, 这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 你不就是想让我不好过吗? 郑希致, 你说你凭什么爱你? 凭什么你都离婚了, 甩了我了,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折磨我? 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 你才这么欺负我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不再爱你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爱着你这个狗渣男。 你就是个混蛋, 却天下最会…… 鱼下的话全都被堵在了男人一记火热滚烫的纹里, 承袭之主动地吻上了陶乐乐。 放开我! 放开我! 陶乐乐闭着眼睛, 使劲抡着小拳头, 垂打着男人结实的胸膛。 而此刻, 鱼儿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那铃声应该是专属铃声, 因为陶乐乐清晰地感觉到, 男人在听到铃声响起来的那一刻时, 身子都僵了一秒。 阿芝, 你在忙吗? 嗯, 他滴滴地应了一声, 余光在秒到陶乐乐用力擦唇瓣的时候, 他的眉眼瞬间又沉了沉。 阿芝, 你是不是还在吗? 我会不会打扰到你了? 没有。 那你可以早点回来吗? 我…… 这些天, 你一直陪着我, 现在你不在我身边, 我睡不着。 而且,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在外面吹着风了, 我的头很痛。 好, 我马上回来, 你在家等着, 如果不舒服的话, 记得让袁杰打家庭电话的医生来, 先给你看看。 好, 阿芝, 我等你回来。 何文艺甜甜地答应他。 呸, 吃着碗里的, 往着锅里的狗男人。 你…… 我要回学校, 麻烦你快一点, 不然我就下车。 或许康颜伟的提议是对的, 我的确应该出去走一走, 让他找不到我, 躲一躲吧。 男人这次倒是很快启动了车子, 之前车厢里的那点暧昧气息, 也随着何文艺的这通电话 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车子就那么在他学校门口停下来, 而男人只是依旧没有解开控制所。 逃了了也不开口催他, 两个人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坐了好大一会儿。 程先生,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的妻子何小姐, 现在好像很需要你, 能快点让我下车吗? 你吃醋了? 吃醋? 我以什么身份吃醋呢? 你的前妻吗? 不对吧, 我是你前妻这件事, 也没几个人知道啊, 所以, 我吃哪门子的醋呢? 陶陶, 你就是吃醋了。 程先生请自重, 我已经不是你的陶陶了。 陶陶, 太太, 对, 太太这个称呼, 也很快将会被另一个她深爱的女人取代吧。 虽然今天中午的碰面是个误会, 但我跟你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就算是在什么场合碰上了, 我也一定会绕着你走。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 那麻烦你等等, 给我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后, 我外婆出院了, 我会带着她永远离开京都, 所以, 你也不用再担心了。 是吗? 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哦, 不然下次再被我碰上了, 我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放过你。 可以放我走了吗? 陶陶陶真的觉得自己今天倒霉到家了, 昨儿晚上不过是开着车窗吹了那么一小会儿风, 竟然都伤疯了。 她回到宿舍以后, 嗓子眼里就像是冒着烟一样的难受, 想咳又咳不出来, 想吃点东西也吃不下去。 偏偏昨天来的法国的那几个大客户又看上她了, 怎么这都要陶陶陶陪着参观京都的名胜古迹? 这本来是个挺好的机会, 陶陶陶也没想推辞。 但是一想到昨儿晚上那男人神经病疯狗一样的经历, 还有自己昨天晚上承诺好的永远不再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就怎么样都劝不了自己了。 陶陶陶原本还想着, 京都那么大, 大家的社会地位又相差甚远, 离婚以后应该很难碰面才对吧。 可谁知道上天就是爱和她开玩笑, 一想到城市的客户在朝阳大饭店, 她就觉得非常的烦躁, 她都还没跟丽姐张嘴请假说她不陪客户了, 丽姐就又拉上她火急火燎的往这朝阳大饭店赶去。